這名狠心爸爸的黑歷史 現在也被起底出來 竟然是一名通氣犯 那他為什麼本世六年選擇要在今年棄屍 根據老姐 他是因為在今年初認識了新女友 害怕兒子的海骨曝光會嚇跑新歡 根據老姐 黃姓男子跟師母在六年前生下了男童 全家本來是住在台中 在同年的三月 黃姓男子公稱小孩在家中失去生命跡象 生母本來想報警 但是黃姓男子當時因為詐欺被通緝制止報案 男童因此過世 夫妻倆也未依正常管道處理後續 隨後三年夫妻倆搬家都戴著男童的海骨 後來生母受不了 黃姓男子經節不穩定就跟他離婚 黃姓男子戴著男童的遺骨四處搬家 直到今年三月份 他結交了新女友 為了怕兒子的海骨被發現 嚇跑新歡 於是帶著海骨搭車到基隆山區 棄制後自己離去 好 接著要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台中日前發生客運撞死東海女大生的事件 事發當時 林姓女大生和學姐正在過馬路 卻被左轉彎的客運撞上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傷 而林姓女大生遭到免病 林媽媽是傷心地表示 要告司機殺人 他要回頭去打電話 就把警察往前排 那時候往前排 車往前排 給我 要告他殺人 傅然氣憤控訴殺人 因為他就讀東海大學的女兒 日前遭台中失信公車司機撞死 林姓女懷疑失難打電話 又將車輛挪動 才造成女兒死亡 我現在不是車對車 我是車對人 我跟姓女在那邊講 她說請你們先起來 因為她這次往邊不是很招惠 失信司機昨日上午 在妻子與客運公司人員的陪同下 到林女的林堂下跪道歉 向被害家屬坦承 是我不對 但林姓隨即將失難及失期拉起身 失難拿出白包 盼林姓能接受 表示 這是我們目前唯一能做的 林姓思考之後 將白包收下 表示快將白包捐贈到慈善單位 惡靈性女大生的遺體已於23日 在東海殯儀館相宴完畢 檢方原定昨日解剖 但林姓不想讓女兒再受苦 檢方同意只進行覆驗 判定女大生因交通事故造成頭頸胸腹頓挫傷 導致多重器官損傷而死 接著轉換焦點帶您來看到演藝圈的消息 王陽明日前在電影《角頭大橋頭》的宣傳活動上面 因為拒絕和女粉絲比愛心的手勢 結果就遭到了各界的權力炮 因為她當時還有說我不比這個娘炮動作 就是這句話讓大家感到非常的不滿 不過這件事情沒有想到其實還有暗位暗出現 因為金周刊就爆料王陽明她的娘炮說 連昔日好友陶晶瑩都忍不住在廣播節目上面批評說 這樣子說非常的沒有禮貌 而沒有想到此話一出傳到了王陽明的耳裡 讓她氣得怒罵陶晶瑩 甚至連累到曾經合作過的陶晶瑩的老公李李仁 雙方的關係一度搞到極度尷尬 根據《鏡週刊》報導 消息人士透露王陽明主動聯繫 並將她的不滿傳達給陶晶瑩 但此舉間接也惹惱了陶晶瑩的老公李李仁 於是當初還一度傳承是王陽明李李仁 鬧不合 結果原來是因為陶晶瑩討論娘炮議題有關 事後雙方的友人決定當起中間的合適了 並且透過輾轉牽線化解彼此的怨氣 兩方人馬終於兵事前嫌 針對是否與李李仁夫妻鬧到不愉快 詢問王陽明經紀公司並沒有獲得回應 而至於李李仁、陶晶瑩的經紀人 對此回應都表示 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位藝人 她是右審 因為過去曾經涉嫌性騷擾 並且對女性熟人舔耳柔胸之外 還強文女員工 遭到法院判刑八個月 對此右審她是不服 並且提出上訴 而在二審昨天開庭 聽後她是首度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並且二度舉功道歉 對所有社會系列 自己個人的追憶情緒 造成了多方的下場 我想再訓練大家訓練一起 在心理中 司法背後可以訓練 所以 再繼續大家關心 我以後的 有情緒在身邊的住口感 就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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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在二審開庭之後受訪表示 對於她過去所犯的錯 她感到很後悔也很愧疚 所以我想再次跟受傷的女性 表達我最深切的歉意 隨後第一次90度鞠躬 深夜她又透過臉書發出道歉聲明 向因她的行為受到傷害的女性 家人以及信任她的朋友 傳達了誠摯的歉意 她在文中表示 她為自己過去的錯誤行為 感到非常抱歉 並承諾將用一個正確的未來 來證明自己的改變還有悔改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體壇消息 中信兄弟好手周思奇的隱退儀式 是感動了許多球迷 而前職棒球員陳志遠 她也在臉書上分享了過去的影片 懷念的說當時我們真的很嗨 但沒有想到影片曝光之後 卻遭到許多網友踏迫 周思奇隱退儀式結束之後 前職棒球員陳志遠 在臉書發布了以前的影片 分享過去對內的老傳統老戰友 更是直言當時我們真的很嗨 不過由於陳志遠先前曾經 卷入假球風波 所以許多球迷對此並不買單 不斷留言狂罵 你真的沒有資格發這種東西 打假球還敢提老戰友 傷害棒球傷害中職還敢說老傳統老戰友 對此陳志遠透過留言回應 她說網友們可以留言罵她 但是她為什麼不能PO文 她說這是我的平台 我應該也有言論自由吧 過去了就讓她過去了 但我還是謝謝你們 進來留言